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重点来说一下如何锻炼我们的膝关节 为什么要重点说膝关节呢 因为膝关节是我们全身所有关节承受重力最大的一个关节 有很多人膝关节不好 有的人走路时间长了以后就会发酸发麻发胀发疼 那么有句老话说的好 人老腿先老 一旦腿不行了走路走不成了 我们整个身体的机能都会下降 别人伺候不说 对家庭也是一种负担 那么今天教给大家的这个方法 你不用跑不用你跳 就能把我们的腿给练好 你愿意学习吗 那么下面我就教给大家 我建议大家一定要点赞然后收藏一下 因为我怕你一会儿翻过去了 就再也找不到这个视频了 非常简单 那么首先我们要找到一面墙 大家在家里就可以去练习 做一个辅助 我们一起手扶住墙 然后身体站直自然的站立 一条腿我们抬起来 提起我们的膝盖 能抬多高就抬多高 这个时候我们脚尖一定要注意 脚尖要向上去回勾 我给大家做一个侧面的演示 提起膝盖 脚尖向上去回勾 好 第二个动作 咱们向后去蹬腿 蹬腿的同时 这里也有一个重点 就是我们的脚尖 要同时用力向下去绷 保持两秒钟 好 提膝 绷脚 向后 勾脚 然后你会在练习的时候 你会感觉我们的膝盖会非常的紧绷 因为膝盖在抬高 脚尖去绷的时候呢 我们整个肌肉是一个静态的发力 那么这种锻炼叫做什么呢 叫做无负重训练法 就是和你以前跑步啊 下蹲啊 这都是有负重的训练 它们呢 是完全不一样的 好 咱们继续来 好 抬起来 脚尖向上去勾 保持两秒钟 好 向后蹬 脚尖向下去绷 这样呢 我们每一条腿 咱们来回做五到十次就可以了 两条腿 我们要轮流去练习 这样呢 就是第一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 我们在做之前呢 需要准备两个小工具 就是这两个膝盖减领带 因为戴上膝盖减领带之后啊 我们的膝盖 它的压力 会减少百分之五十以上 承动力会大大的减轻 同时呢 保护 紧固 固定我们的膝盖 让我们的膝盖寿命啊 延长二十年 戴好之后呢 我们开始第二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的名字呢 叫做侧提膝甩腿 非常简单 我们呢 同样找一面墙 双手呢 扶住墙 然后呢 我们一条腿啊 抬起来 这个抬起膝盖来之后呢 我们不要正向去抬 我们要侧向去抬 你看 膝盖抬向另一侧 然后呢 我们腿向一侧去抬 抬膝 甩腿 提膝 甩腿 甩腿的时候 还有一个重点 不单单是我们的腿在甩动 同时呢 我们的骨盆 也有一个旋转 大家看啊 骨盆同时也是在旋转的 所以说这个动作 它的好处呢 不单单是可以锻炼 我们的膝盖 锻炼我们的腿部 同时呢 还能够矫正我们的骨盆 虽然说这个动作 是一个无复重训练吧 当你两条腿 咱们甩完之后 你会发现 我们的身体啊 就会微微的出汗了 刚做完一组 我的头上就微微的冒汗了 第三个动作 同样一只手呢 扶住墙 然后咱们腿呢 自然的去甩动 同时在甩的时候 这里有一个重点 我们的髋关节 也要跟着甩出去 膝关节呢 自然的去弹出 咱们每条腿呢 这样去甩动 30下到50下 做完一条腿 好咱们再去做 另一条腿 另一侧 做的时候呢 这里有一个重点 就是我们站立的这条腿 脚尖一定要冲向 正前方 不要八字脚 或者内巴 都不可以 那么这种方式叫什么呢 刚才我也说了 叫做无负重训练法 因为我们的膝盖啊 如果有毛病的情况下 你是不敢去长跑 或者是下蹲的 你都没有办法 去做这些动作 对不对 那些动作呢 都是有负重的锻炼方法 那么刚才的这些 都是没有负重的锻炼方法 它的效果呢 是非常好的 同时呢 锻炼起来也是非常方便的 不管我们在工作的时间 或者是在家里 都可以去完成 同时呢 戴上膝盖减震带之后啊 我们做任何的动作 都有刃有余 特别是你的膝盖 已经有关筋炎了 膝盖磨损了 或者是变形了 爬楼梯啊 走路多了 它一走就疼 那么建议大家呢 一定要把这个膝盖减震带 咱们买一对 带在膝盖上 这样呢 就能够大大的去延长 我们膝盖的寿命 特别是家里啊 有老人小孩的 我们呢 都可以去买一个 东西呢 非常的便宜 我也不是卖东西给大家 因为我自己家里的老人呢 也在使用 特别的好 所以呢 我想把这种好的东西 分享给大家 希望大家呢 都能有一个好的身体 同时做完以后 你会发现 我们的腿 脚 膝盖 以前冰凉的这种感觉 马上就没有了 原因呢 也很简单 就是我们的气血 它在沿着我们的腿啊 向下去走 向下去涌 腿部的气血足了 供血足了 自然我们的腿脚冰凉 也会慢慢的改善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呢 大家记得 一定要点赞收藏 然后呢 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家人 咱们通过这个视频啊 去帮助更多的 谢谢大家 最后什么也不说了 大家呢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说一说 大家有没有腿痛的问题 以前有没有好的 什么样的好方法 咱们呢 一起来评论区讨论一下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咱们明天见